好 那我现在是职业女性吗 你自己振天养活自己和家人 就是职业女性 您说您刚才想咨询 离婚财产分割 离婚财产 我给您登记一下 好 回头 我们再商量一下 余贵姓 我姓秦 张律师 王律师 你们来得正好 这位女士想来咨询 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 我已经给她登记好了 里边请 好 来 坐 好 郭律师 你说 两个事呗 你就雇我当前台 你就不用花两份钱了 幸福啊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和你学习勤奋的劲 再不久的将来 肯定可以当上前台 但是现在我能不能拜托你啊 先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呢 我 我本职工作做得挺好的呀 为什么呀 就明明这前台的活我一个人就能干 你们非得雇俩人 你现在不合适 我哪儿不合适 我这么跟你说啊 一个企业 那不光是律所 就各种企业 找前台呢 除了要长得好看 气质好 更重要的是 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因为前台 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形象 能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 我就是 你看你现在穿的这样 你就不像个前台吗 我穿怎么了 挺好 哎 嫂子 哎 亚妮 你找我啊 啊 嫂子找你问点事 啊 你 你告诉我 咋样才能变得更漂亮 更有气质呢 啊 是这样 我想当前台 但关涛他们想我太土了 你别笑 咋样才能 变那样呢 你帮帮我 哎 我就觉得嫂子 你太可爱了 嗯 这个简单 你跟我进来 我帮你 行 来 来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再加点腮红吧 别了吧 我上班化成这样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不夸张 我还是擦了吧 哎 别擦 别擦 你看镜子里 多漂亮啊 而且作为一个女性 特别职业女性 适当地化妆 是对自己和他人的 最大尊重 是吗 那我现在是职业女性吗 你自己正前养活自己和家人 就是职业女性 嗯 行 那我就按照职业女性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那加上吧 嗯 关律师 早 怎么了 我没怎么 是你怎么了 你脸怎么了 我 我 我化了点妆 不太好了 那 那我先擦了 幸福啊 你听我说 你本人就很漂亮 你做自己就好啊 没必要去学别人 我知道 你想当前台 可是当前台呢 但没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呀 行 我知道了 我没有想当前台 怎么回事 我没有想当前台 p折腾 让你心想当前台 你不太有心身 你给我 没有想当前台 我没想当前台 你说你可能是不想当前台 你来一下 刚才没别的意思啊 就是希望你能够 坚持做最好的自己 可能说的话是不是 有点重了 我给你道个歉 关律师 我是不是有点可笑啊 想听实话吗 就是有那么一点 那现在你也做不了前台了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个人啊 找人 找谁啊 这人特别厉害 他教会过我很多东西 他还教你东西 这么厉害 是你师父吗 算是吧 他很勇敢 顽强 耗学 又聪明 不对 他 他有点不太聪明 但是还凑合吧 那 那这人是 是住在哪儿啊 不对 这人是男的女的 多大岁数 他跟你一样 是个女的 他跟你一样 是个女的 对 见到他之后呢 你帮我把这个给他 法律常用 术语手册 是学法律的 那你告诉我地址 我这儿就给他送过去 他呢 之前住在万家庄 我们不用的 好像在一个律所工具 这 你不会说的是我吧 真是我啊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